去年全国的税收超增4500亿元 那么行政院长苏贞昌 就在3号宣布剩下的1800亿元 要预留不时之需 以将来规划全民发现金 那么隔几个小时 总统蔡英文也承诺要发现金 不过对此中广董事长赵绍康就怒轰了 苏贞昌就是为了自己的隔魁保卫战 但普发现金苏魁有诞书 他说称要由法院根据预算编列 需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 让国民党的立委赖事保证怒轰 这根本就是谢泽之说 1800亿还税余民 在新年的第一个上班日终于有谱 1800亿要预留不时之需 即用来全民共享 我们规划在这个额度 跟全民共享用发现金的方式 但这要由法院的根据和预算的编列 不是私下花红包 确定普发现金 这跟元旦总统谈话的风向球 似乎不太一样 没想到隔几个小时 蔡英文的承诺也来了 两天之内大转弯 柯文哲逆风喊话 今天那个仗就是一团乱 最好是希望小英总统能够做他该做的事 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要顺从民粹 连绿营自己党内同志都集体唱反调 一度被解读成是逼宫 蔡英文显然无力主导民意走向 苏正商为了保住隔魁 不得不假戏争作 苏正商提出来 是为了保他的行政院长的位置 那蔡英国看苏正商提了 他说好不好就发现金 你整个看就一出闹剧 一出金光党想骗钱的 结果没想到没成功 现在只好将错就错 对他们来讲 只好假戏争作只好发钱 苏正商元旦廉价还召集隔园开会 抛出利多同步启动隔魁保卫战 政府的钱要花一分一毛 当然都需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 立法院的议算程序 这个话有讲跟没有讲是一样的 可是他有提到要有法员的依据 这个就很吊诡了 这完全是一个卸责的一个说法 尽快安排在院会研会时通过 赶在过年前后发放 让人民感受到有政府雇人民 苏正商想先当好人 就是为自己的官位 但全民普发现金是在必行 这球抛到立法院就看怎么发什么时候可以发了 记者郭向年轩台北报道 好了我们看到台湾第三波的疫情正在上升 但医师警告 美国正在流行的主要病毒株XBB.1.5 不但传染力强 免疫逃脱能力更是史上最大 而且得过Ormicron的还会再重复感染 由于不少的旅居美国的华侨即将要过年了 回到台湾了 结果指挥中心却把这个唾液快篩PCR的重心 放在了大陆路径旅客 甚至还扩大到港澳转机 民众都说这个根本就放错重点了 因为真正要担心的应该在美国才对 元旦开始针对大陆来台民众入境唾液PCR 现代范围在扩大 指挥中心宣布从1月6号到31号 从大陆启程经港澳转机入境台湾的旅客 必须持48小时之内PCR检验报告 或24小时内抗原快篩报告 XBB这个在东南亚的国家 看起来是会比较多一点 那当然我们跟美国的交流是相对的比较多的 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美国近期大流行XBB.1.5 美国东部盛行已经达到75% 全美则是有40% 每周有120%的增长优势 看到本土的部分事实上减出的情形 目前都是偏低 只有三例而已 但医师将冠于警告 XBB特性是一个感染者 可以立刻传染给另外两个人 传染期极短 免疫脱逃力随进化而增强 而且更好锁定人体细胞 眼看不少美国华侨会赶在春节前返台过年 医师建议应该比照大陆返台 加强检疫 我们也没有打算 对美国来的民众做任何新的检疫措施 真正要监控的其实是美国 入境的一些旅客 这些才是变种病毒带到台湾的一个元凶 这根本就是一种抗中保台的防疫翻版 3号开始台北市开放7.3万剂的次世代疫苗公施打 但次世代疫苗其实无法防范XBB家族的感染 目前是在世界各国它是占了绝大多数的一个感染 感染率以及侵犯率是比较高 医师警告在没有更先进的疫苗之前 也只能先打次世代疫苗来自保 记者周天杰王一仲台北报道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CTI-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